我们刚介绍了怎么样从我们的 画面中寻找我们要的目标物 特别如果我们的目标物就是这个蓝色的杯子 蓝色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希望能够把这个程式 DS1这个程式 刚刚做影像分析的程式 跟 我们之前有个 C2.py 控制马达的程式把它结合 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 我们先把它 把这个我们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Copy 再回到DS1 DS1呢我想要把他先把他 另存为一个新的档案好 那么我们先 那这样子 我们先把 这个我们先Copy这个好了 这个我先全部选了 然后 Copy 然后我新加一个新的档案 把刚刚这个 DS1 把它Copy上来 Copy上来之后 我把它 另存新档 Save Safe成 我就叫DS2好了 DS2 点PY OK 好 我现在把这个档案 Copy成这个档案了 那这个DS2跟DS1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要能够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三行 Copy 比如说我 按这个 Copy 然后再回到DS2来 我在这边 这边其实已经有 FromMotorM这个import 所以我只要 把这一项 把这个这个可以拿掉了 然后 我知道我就是要 应用这个 把它Copy 把它剪下来 放到后面来 后面 从这个 img1Tag这里呢 我得到 一些东西 然后我把它贴上来 好 我把这个 对好 好 我现在暂时先 把我要做的动作先放在这里 紧字号还没拿掉所以 基本上还没有 活化这两条 还没有活化这个TURN这个函数 还没有使用它 那么 在我做这个事情之前我要做几个准备 第一个 我现在 这个Tag呢我将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些讯息 这个讯息是跟原本的Tag不太一样 所以我现在改 一个名字我叫Tag Tagdr好了好 我先叫Tagdr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刚刚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希望 你会出现很多蓝色 的矩形 那我只要这当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叫 Max 所有里面最大的那个 所以我把这个注解掉 然后呢打开这个 在 这里面我已经只有 这个CS里面只有CX 就最大的那个 所以 所以我这些都不用改变的情况下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 好 那么 这样的话他就给出最大的部分 我们先 执行一下 我们先执行一下 好你可以看见摄影镜头启动了 好 这边出了一点问题 Tag没有Define 因为我们现在改的名字叫Tagdr 我这边改一下 Tagdr 好 我们再执行一遍 好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现在 就只有一个矩形了 而且是最大的就是锁定我们的目标物的这个矩形 好 我们把它关掉 好 我们再来就是希望能够得到 目前影像当中的 X坐标 如果偏左边 我们就要左转 就是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的 在画面中的坐标 相对的偏左我车子就要往左转 所以我在这边就要开始来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 我在 我的Tagdr里面 我要先去决定 这个 这个 X坐标 究竟 偏在哪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先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先 从 Cx跟Cy Cx代表的就是我们的 这个 中心点的 X坐标 所以如果中心点的坐标 在中间地带我就直走 如果偏左 我就 左转 所以 到底怎么样叫偏左呢 所以我要一刚开始先知道 我的 画面的 宽度 所以我叫Lx Lx呢 就是 I M G1 或者MG好了 Shape 1 这个指令 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的 啊 这个横方向的像素有多宽 啊 所以就是Lx 相对的 Ly 代表 横 纵向的这个宽度 这个高度 点 Shape 0 OK 好 那么我用 Lx 我定义 一个左边 比如说 我的这个 Left Left 我叫Lt好了 Lt 是 Integer的 Lx 乘上 比如说是0.4 就是 整 整个长度的0.4 跟 L 这个 Write RT Write Integer Lx 乘上0.6 所以 这个是 左边的临界点 这是右边的临界点 在左右两个 临界点之间就是中间地带 那就直走 如果小于Lt 如果我现在的 这个 Cx 是我 举行的中心点的坐标 落在比 Lt还要左边 那就表示 太左边了 所以 我要让他左转 所以 我在这边呢 就来开始做一个 判断 Lt 我的 Cx 小于 Left 就是太左边了 那这个时候太左边我把它定义为 定义为这个 要左转 左转我用3代表左转 Lif Cx 他是比Lt 大于等于 对不对 而且 又小于 这个 等于 Rt 就是在中间地带 那么我叫dr 等于1 其他的情况 我们叫dr 等于7 表示要右转 所以dr这个参数 我应该要回传回去 所以我让他 叫做dr img1 要回传这个跟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是有画矩形的 好所以我的 Tagdr Tagdr 这个 多了一个dr的 这个 回传值 所以 我现在就把这个打开来 if dr 等于等于1 就是要直走 而直走的时间我们先不要走这么远 我们让他走 0.05就好了 好 然后呢同样这一行 我copy 再贴上 这边也是贴上 如果是3的话我知道要左转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 左转所以这边也许是0 那这边是0.4 然后这边 要右转如果是7的话要右转 所以我这边 右边的改成0 好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的结果执行起来是什么样子 好我们把 暂停的时间 把它延长一点 比如说 0点也是一样 0.0 我们 让它延长久一点 0.1 好 稍微稍微长一点 好如果我们这样子来执行我们看看我们的结果会是如何 好我现在先把我的 这个杯子呢我的target 放得稍微偏 这个车子的左边 好我的车在这里 镜头在这边 好 我们现在来执行 我再拉过来一点 好我们可以看见 它先左转了然后 再靠近 对不对 好停下来 好所以 原则上已经把这个要做的事情已经做成了 好我把这个 把它停掉 剩下呢我们希望 这个车子能够在 非常靠近的时候就能够终止掉这个回圈 那什么样是比较靠近呢我们希望能够把 这个 高度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矩形的高度 啊 也把它 这边 我们把这个矩形的高度也把它传回来 比如说是h 好 或者呢我们在这边就直接把矩形高度所对应到的比例 把它算出来我们这边刚刚已经写了一个 ly就是整个视窗的高度对不对 那么h的高度如果已经达到了 一半的话 比如说 我们这边 在这个指定的后面我们来个h的ratio 高度的比例 如果我们把它 把它 写一个 我们把它用一个这个对不起 用一个 run的 的指令然后把这个 h 跟 ly的比值 然后保留 两个小数点位 run的就是要保留几个小数点 然后这个呢是两个相除 h 是我们矩形的高度 然后ly呢 就是我们整个视窗的垂直方向的长度 如果这个东西呢会大于 啊 0.5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停下来 所以我把这个也回传到主城市 让主城市可以做判断 比如说我在这边 在我刚刚的这个主城市的地方 回传的数据多一个 多一个 h rate 如果 h rate 大于0.5了 表示很靠近了 那我就中断我的整个这个 执行 对不对 我就不要再执行了 不要再继续往前靠近 撞到目标 好我们 对于这样子一个结果 再来 再来run一遍 这样新的一个城市加了 h rate hrat 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们来执行一遍 好一样 首先就要先找到目标向左转 对不对 然后慢慢靠近慢慢靠近 好你看他已经停下来了 因为这个高度已经占四窗的一半了 所以他就停下来了 好以上的就是我们怎么样 把 DS-1这个城市 加了我们的 TURN的函数进来让车子可以 找到目标前进